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年以来 我的灵石一直守护着此处 蓝石境地 从此再无人能够涉足 那我世祖后来怎么样了 你世祖 不瞒前辈 在下未无限 虽然从小被僵尸收养 但是藏色散人是我的家吗 鲍山散人 正是我的师祖 原来 都这么多年了 当年 鲍山散人还没有收徒 没想到现在 他连徒孙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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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就站在我的面前 可惜 可惜 自我闯下大火 他便避失不住 我也就 再也没有脸去寻他 前辈 晚辈也有疑问 可是前辈 找我二人进入此地 不是 百年间 我的灵力 镇压着鹰铁 维护着后山的捷径 不过近十年来 鹰铁有了躁动的迹象 我的灵时 也越来越弱 只怕 这鹰铁的怨气 已经浸染到了水中 前辈 为何近二十年来 鹰铁会突然躁动 若我所料不错 是因为其他鹰铁碎屏 已经现实了 看来 上次咱们见到了 那位被射灵的修饰 就是被人 仿照薛虫害的方法 制成回来 他们在失业 自从我解开封印 鹰铁碎片 便重新相互感应 我能平安过得百年 一事侥幸 我担心的这一天 终究还是逃不掉 前辈 难道就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法 不让鹰铁 祸害人间吗 鹰铁是天生地灵之物 无法尽住 而且断围碎片之后 怨气肆意 埋藏之地 定会出现妖险 唯一的方法 就是将几块碎片找回 涌震寒滩 只可行 我已不能亲自 逼步我反下的国座 前辈 不要慌张 我大县一等 偷生百年 只是为了还真 如今你们前来 我也不用再勉强 忘记身为蓝氏后人 亦不容辞 一定会完成前辈遗愿 找回鹰铁 永振寒谈 我也亦不容辞 这是蓝氏的事 与你无关 难珍 你拦不住我 我卫鹰 虽然在与孟江市长大 大人大义从不含糊 更何况 我师祖为了鹰铁 避世百年 于情于礼 我都不能坐视不管 报山之徒 理应如此 记住 鹰铁之事 困难重重 不管如何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重担 我的覆车 前辈放心 卫鹰定当全力以赴